今天这一季的视频呢 是一个 算是宇宙想要给我 给我们传达的信息 我呢 有一盒朋友送的彩虹卡片 这一盒里面有三百张卡 每一张都写着一个积极宣言 他送给我这盒卡片 已经有一两年的时间了 但是我从来没有抽到过 今天抽的这一张 我正在把天堂带到人间 I'm bringing heaven down to earth 我正在把天堂带到人间 我今天看到这句话的时候 我整个人都 just got blown away 被惊到了 被震撼到了 我越来越感觉 也许我们中的一些人 真的就是行走在 人类之间的天使 我们从不同的星球 会拍到这个地球上面来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使命 而有一些人的使命 就是让人间充满爱和欢乐 善意 理解 感恩 期望 所以不知道你 听到这句话的时候 有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就是跟我说一遍 我正在把天堂带到人间 如果这句话在你说的时候 会让你的心有一些不一样的感觉 我正在把天堂带到人间 我正在把天堂带到人间 I'm bringing heaven down to earth 说这句话的时候 你会有什么感觉 哪怕是你的心 有一点点心动的感觉 那么你就一定也是一个小天使 其实我们每天都可以做一些事情 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对吧 就比如说 跟帮我们服务的那些人 说一声谢谢 就是看着他们的眼睛 用心的说一声谢谢 如果我们可以用心的去发现身边的人 值得肯定 值得夸奖的地方 或者我们的朋友需要帮助的时候 我们真的去理解他 而不是去评判他 或者批评他 怎么会有这样的问题 或者当我们的孩子表现不好的时候 我们告诉他 我们在这里陪伴着你 或者当我们自己需要陪伴 需要安慰的时候 我们不会对自己不耐烦 我们会真的抽出时间 去陪自己放松 休息 给自己很多很多很多的宽容 不知道在你心里面 把天堂带到人间 包含了哪些形式 你今天做了什么 把天堂带到人间 不知道你是从什么时候 开始关注过的 想问问你 你感觉 从你关注我以来 最大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其实有很多人告诉过我 关注了这个频道以后 自己的改变 受到的最密集的一个改变 就是我变得越来越爱自己了 变得越来越包容 心里有更大的地方 去装这个世界上的人 去装除了我自己以外的东西 他们会说 生活里多了很多的感动 多了很多真心的 发自内心的喜悦 有很多的感动到落泪的 感恩时刻 所以我想 当你们有了这样的改变的时候 你就是一个 行走在人之间的小天使 你披着人类的外衣 做的是天使做的事情 其实每一天我们都有选择 对吧 为这个世界带去更多的阳光 带去更多动听的话语 带去更多 让别人感到安全 感到被理解 感觉到温暖的话 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 我们可能会做的每一件事 其实都在对身边的人造成影响 有可能你只是帮助了一个人 有可能你只是让一个人感觉了更好 但是他身边接触的人 又会是他带去的小小涟漪 所以如果你能看到这个视频 我相信一定是宇宙 想把这条信息送到你的身边 就是你正在把天堂带到人间 你的存在 本来就是让人 更相信美好的证据 而你做的每一件事情 都让别人感觉到温暖 所谓的天堂不就是充满了欢笑 温暖 理解 安全的地方吗 所以希望你收到了这条视频的能量 如果说你也是一个小天使 请记得 我们在这个地球上 是互相连接的 每一次我们闭上眼睛冥想 祝福 祈祷的时候 所有的小天使在这个地球上 都在发着自己的光 我们每一刻都在互相连接 有的时候我们觉得自己就是自己 而实际上全世界都是联系在一起的 你可以说我就是宇宙 而整个宇宙也包括我 所以在这里我想把最好的祝福 送给正在看这个视频的你 这个小天使 你身边的人 包围着你的世界 都因为你的改变 因为你不同的争斗而变得更好 你正在把天堂带到人间 你 就是宇宙的善意的最好的证明 所以谢谢你 谢谢你通过这个平台认识了我 谢谢你愿意之前抽出时间 去治愈自己 改变自己 每天呢 也都感谢你 愿意选择那些好的思想 感谢你愿意说那些动听的话 感谢你愿意做一个可爱的人 你的可爱会带动越来越多的人 敢于展现他们的可爱 所以每一天 你其实都在激励你身边更多的人 更多更多更多的人 有一天呢 就会有人走到你的面前 说出可能曾经你跟我说出的话 感谢你出现在我的生命里 你不知道你曾经的一句话 你那天的一个举动 让我重新相信 温暖 让我相信美好的存在 所以谢谢你们 谢谢你们让这个世界变得 越来越像一个天堂 我和你们下一期见 亲一下额头 亲一下鼻子 亲一下两个小脸 亲哪边呢 OK 拜拜 欢迎这边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